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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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六个小浪了 哎呀 又来这儿了啊 小浪浪都第二次来这边的 那我们检查一下我们的轮胎啊 看看有没有事儿 昨天走了太多的这个抽一板路了 差不多40公里啊 我看胎壁有没有事儿 有没有那种小尖石头 这个扎到胎壁 早上好 早一会儿都检查一下轮胎啊 今天跑了这么多颠的路 好深的检查一下 好深的检查一下 OK 我们家大白还是挺皮实的 走这路都没问题 我们去那个火星基地应该也没问题了 小人 还穿着鞋 走起路还像马一样呢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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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真乖 溜完小浪了 咱们还要开始检查一下 这个发动机舱啊 都检查一下 然后一会发动机车的时候 再检查一下那个轮胎 里边的那些连杆啊什么的 都路可路可 看一看 还可以啊 昨天这么大的灰 发动机舱里边也没有太大的灰 还不错 我们再看看 里边有没有什么松动的螺丝啊 这类的 好生检查一些 OK没事 瞬间觉得这个B型方钻还挺好的 皮实耐用 一直都没啥事 跟了我三年多了 三年多了 然后 整个车底 是 没有出现过任何什么毛病的 就除了有一次这个管子的管枯 就这个管子的管枯 掉了 掉了之后 它这个是涡轮增压的进气嘛 说 导致这个发动机报警 后来给这个管枯 给它擦上 发动机报警就没有了 就只发生过这么一次事情 然后这个底盘就 什么事也没发生过 六年的车了 老房车 十多万公里 五大修 挺给力的 愣得我都不想换了 说现在国六的车 不停的载身 载身 载身 然后 所谓的日本技术 日本技术就是 不能够在我们国家的 这种高原地区去行驶 一行驶就容易爆错 就容易出问题 燃烧不充分 有积碳 还是咱们这种 国产的车 皮是来用 挺好的 然后毕竟车 去这种小路 是格外的如鱼得水 就挫车 然后包括整个车身的 这种稳定性 都会比B型房车 比C型房车要好 说这个就是 不用不知道 一用 真的你就能 深刻的感受到 各种车的优缺点 说我们这个 B型车除了空间小 别的没有任何毛病 非常非常舒服 好回来了 第一件事就是烧水 把这还剩一点 剩的一点点水 给放进去 再烧一下 然后给周周再烧一壶热水 周周的感冒 还没有彻底的好 状态比昨天好多了 然后咱们泡个咖啡喝 来 周周 小浪浪一回来就挖挖去 各种开心 元宝刚刚吐了 高反 浪浪 感觉像是高原狗 屁事儿没有 好了 水烧好了 我呢 就喝咖啡 吃蛋糕 然后肉爪呢 要泡个面吃 泡个粉 花甲粉是吧 嗯 我炒了 还要花甲粉 好不好吃 可以 酸粉再泡个药吃 好 我们的早餐弄好了 葡萄 还有西红柿 然后 这是我的 花甲粉 我两个半熟鸡蛋糕 一杯咖啡 最近都是吃了中式的早餐 现在搞杯西式的早餐 西式也不是这样的好吗 哎 就假装西式一下 小时候不就是 牛奶配面包就叫西式了 你们是不是 小时候 牛奶配鸡蛋 我们是配面包 哎 我们穷啊 就有段时间 有段时间不是那个 学校包早餐吗 是不是 学校包早餐都有牛奶 标配 然后配的都是 不好意思啊 我们家是从幼儿园开始包牛奶的 嗯 那就 奶奶快看啊 好漂亮 来快看 奶快看 看那边 快看 快看 最喜欢的 哎 你下来干嘛 哈哈哈 毛牛 哦 有毛牛啊 哇 这边来了好多牦牛啊 这牦牛耳朵上都打这个红布啊 挺漂亮的 很脆 哇 这个太阳晒的 这箱打盆底 烧 然后雪荣姐已经开始招车了 咱们随时准备走 我们把垃圾丢了 然后问一下半仙 他们早餐吃好了没 吃好了我们就出发了 过来帮雪荣姐检查一下 看看他们车里边的那个螺丝 不平衡感的螺丝 OK的 没有问题的 轮胎顺便慢慢检查一下 轮胎顺便慢慢检查一下 有没有事儿 这个位置压得有点低啊 这个轮胎的 轮胎的纹理都看不到 这个地方是水渍 水渍 我还以为被刮到了 水渍 OK 没啥问题 刚刚雪荣姐检查的时候说 雪荣姐那个轮眉低 看了半仙这个更低 OK 这辆车都看了一下 没事儿 因为已经开始来游客了 喜欢肉肉夫妻的话 点关注 强烈推荐 评论 转发 哇 今天这个洋湖 没有风 整个湖面像镜子一样 超美啊 好漂亮 看 给他拍一个 湖和山 天一体的 镜面 从这个角度拍更美了 那个地方有那个栏杆 蓝着的 就拍不了那个水天一线 现在就是 水 天 山 一条线 超美的 下面的牦牛已经准备好拍照了 这边还有两条杖鸥 大杖鸥 好大 从这边拍那个雪山 倒影下的湖 太美了 一转过来三只沙鸥 站在上面像雕塑一样 他们根本不怕人 因为这边很多游客都会喂他们吃的 以至于他们根本就不怕人了 我也拿点东西来喂他们吧 在拉沙超市买的鱼皮花生 海苔花生 好难吃 肉浪浪很喜欢吃这个花生的 你下来啊 拿拖鞋下来 小浪浪很喜欢吃这个的 他都不吃啊 我吃了一颗我也不想吃 索性咱就喂骚了 看他们会不会来 他们都下去了 刚刚还在上面 不知道会不会上来 看他们不上来 因为那边有 当地人拿东西过去 是不是在喂他们 还是啥 看不懂 看不懂这个手势 来来来 现在目前 目前为止他们还没过来 好 好像下面有吃的 你看他们在下边吃 等他们吃完了上来 哦 那个人在 丢到河底边是啥东西 往河里边丢 往河里边丢 往湖里边丢 河里边 快上来 上来 下面有吃的 都不上来了 这帮吃货 我对着沙鸥一直 在肉佐说 他们听不懂 我让肉佐来 来试一遍 应该怎么叫他们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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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不过来啊 哎 下面有只小老鼠 那边 哦 跑了 撞到地里边出来 把他们引过来了 他们根本看不到 你丢的太近了 让我丢 这个 他们不吃小老鼠都会吃的 说这个不是 不是乱丢垃圾 不是 主要是那边有吃的 他们全在那边了 谁 谁 哪个鸟吃这个呀 啊 鸟不吃花生的吗 来了来了 喂 喂 你别喂它呀 那你 那你来 你来 看人家明明想吃了 哎呀 你把乌鸦给喂过来 我去两只乌鸦 我就放到地上 放到地上 乌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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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把你都乌鸦 起码它轰走了 呵呵 喂个鸟真累啊 那天在那个那边你不喂 我忘了嘛 我靠乌鸦一过去 你看它杀都全跑了 看没 嗯 这边乌鸦还是凶 如果 那像那个 那个日拖寺那边 如果这个河上面可以游船的话 是不是可以走过 划船过去 对啊 但是它本身是不允许 我晓得嘛 我以时是说如果游船的话 就可以过去了 你看今天湖面 没有风 好漂亮 像镜子一样 所以还能飞无人机啊 啊 飞过了嘛 去年才飞的 还是一年是一年的嘛 去年飞也是镜面 一年是一年的嘛 我晕死了 正好擦一擦车 这个 太脏了 全灰啊 这上面 全是灰 简单擦一下 主要是咱是想擦这个 倒车 倒车镜 昨天倒车的时候 上面全是灰 看到没 啊 脏的都不行了 擦干净 给它擦干净 啊 给你们 给雪龙姐也擦一擦 倒车镜 上面全是脏的 干净 看 半仙的呢 将就这个脏帕子擦 给它们全部都擦了 哎 哎 哦 看 半仙在这呢 一小磕 好了 好了 全部弄好 咱们准备出发 好 车都给你检查好了 直观走 干啥 本来就是破烂 哈哈哈哈 走完这个路 我去 它更像那个腊肠捡来的 全是灰 整个就成了一个灰的布了 直接走 那个没事 那个没事 好 我们今年 就不慢慢走了 今天直接232公里 233公里那个吗 对 233公里 三小时 46分 那个 然后我们就直接到这卡车 那你就别管了 你先跟着我们走 那那个导航就会掉过来了 走那个349国道 你那个可能是道路了 你又得那个翻那座山 翻过去 从那个拉萨那边走 从318走 准备好了 好 准备好 我们出发 今天直接日卡车 然后雪红姐还要去日卡车 紧一下他这个车的所有的轮胎啊 哈哈 哦不是 不是车的所有的轮胎 车的所有的螺丝啊 他得都把它紧掉 好 到达加油站 雪洋姐没油了 一个劲的在弄再生 弄的没油了 在这加个油 加油加油 看这边油价多少 8块6毛8 还好 我得开到这边来 这是零号柴油的小枪 8块6毛8 这边有负二十的油 我们戴上口罩 然后把这个身份证拿着 要登记 好加了36块8 36.8升 肯定漏气是吧 是吧 开着的话就一直不满 你要开着气能 你要把汽油 请确证 那回头去4S店检查一下 咱们去开钱去 320块 它这个是典型货车的油箱干什么 典型货车的油箱 100多升油 看看这车 这个是料树箱的口子 搞得像舱门一样的 打开就是个箱子 这个是油箱的 对 都是假的 根本就除不了油 假舱门 这油箱是真大 3小时12分 对 我们先加一下那个组队 我帮你弄 好 完成组队了 这就雪蓉姐了 咱们就可以看到他在哪儿了 差我们多远 前面有个检查站 咱们过检查站去 走这儿 Let's go 我们的身份证包拿出来 我们一行人都顺利通过这个关卡了 但是呢像我四月 然后那个肉组 我们三个的行程码只有这个拉萨 我们这样的就直接可以通过了 像半仙 曲蓉姐他们 他们是有外地的行程码的 必须在这儿登记 所以我们就刚在这儿等他们登记 登记完了 现在小队一行人继续出发 突然感觉 咱们三个像是本地人一样 嘿嘿 只有拉萨的行程 前面这个地方就是 我们第一次来 然后我爬那个野平川的地方 就是旁边那个 去年我们过来的时候 这边在建景区啊 不知道今天建好了 咱们过去露眼 反正前年我来的时候 我一个人爬上去 超级美 特别特别美 这边房子已经建好了 有很多车艇 有限速30开造 当前车速36 并已超速 限速30 这边依然是铁门栏子了 还是没有开 这一路啊 海拔又开始飙升了 四周开始有雪了 前面就是卡洛拉冰川啊 去年 我半仙月楼 我们三个来过这边 也飞过无人机啊 去爬过 今年的话 他们谁都不下不下车 我们今年就不去爬了 我给他们说 我说在路上也能看到卡洛拉冰川 一会我们去那个观景 观景瓶子场 看一下那个塔洛拉冰川吧 今年咱就不进去喽 谢谢谢谢 不进去喽 拼命的挥手 示意让我们进去 去年我们是开车上去的 越龙的车差点没下来 动力不足 直接走 下边有一个观景停车场 怎么在观景停车场 下车拍一拍 看看卡洛拉冰川 这边海拔有五千啊 海拔五千 哎呦 他这个地方 还要收费啊 往年都不收费啊 这边现在咱们要停进去的话 还得收费 停车场 停车场 您去拍一拍啊 人家 来都来了 哎 你好 怎么呢 这个停留到要紧的票啊 要紧去票啊 要紧去票 要紧去票才能 对对对对对 因为有几个人 三个车 我先问一下他们停不停吗 我一下 他这个地方要买紧去票多少钱 一个人50 一个人50 我们就直接走了不 我们就直接走了不 好嘞好嘞 谢谢啊 谢谢谢谢 哦 我还说 你说要停到这儿 十几块钱 二十块钱 咱们可以停一停啊 这个 有点 有点贵 50块钱一个人 我们就直接走了 哇 这边成片的 好多岩阳啊 那里哪里 好多人在那边 一个没看见 左边右边一个没看见 看这边山上 有四只岩阳 在这吃草呢 这个路基下边还有一只 过去 这车是咋撞的 出车祸 撞成这样的 直接撞到上面 还是个新车 牌都没上 爽了 雪红姐的车刚刚说 底盘一响了 然后咱们就 把车停到这边 找了一个空旷的地方 这好像是进村子的路 把车停到这儿 帮它检查一下 这个底盘 喜欢肉肉夫妻的话 点关注 强烈推荐 评论 转发 等它过来 别说 这小村子还挺漂亮的 看 种着绿树 有河流 有雪山的 雪红姐开的比较慢 他们车已经过来了 雪红姐 雪红姐 从这前面拐进来 看到我们车了没 前面有个村道 拐进来 看到了 看到了 我们帮他看一下 啥问题 说是从底盘下边传来的 顺道听一下 顺道听一下 听一听看有没有声音 有啥声音啊 有啥声音啊 刚才是气囊有什么 冲冲的声音 就刚才下来的时候 感觉像压到石头 哐了一声 听到后气囊 不知道是漏气了还是没错 后边气囊啊 在这儿没有声音啊 听到哪边响了吗 没听到声音啊 那这后边气囊有声音 那声音跟之前那个咚咚咚的那声音一样 我拿个那个 我下去 看一下拿个那个垫子 垫子是吧 对 我去 那这么听听不到声音啊 对 他是听不到 然后 早上的时候他有一点点 撒气的那个声 然后你们刚开的时候 声音大吗 大 刚刚开的时候就是 他那个声音已经是 咚咚的了 就感觉什么板在拍打这个 就那两个声音 四个 没事啊 我看看啊 然后现在到车底来看起来 他这个气囊我刚刚摸了一下 是硬的 硬的 刚刚他自动放了一下气 那个那边气囊也是硬的 知道吗 好的好的走走看吧 下去检查了一下他六个气囊全是好的 全是有气的 但是有那个意想不知道是啥原因 然后雪人姐说他之前有关过那个 关过那个气囊 因为下车的时候 不是下坡的时候 他担心气啥的气不够用 我给他说了 我说他这个是可以自动 自动上气的 让他之后就别关了 我们再一路再跑一跑看看 瞬间觉得 车车量太复杂 也不是好事 还是我们这种 我们再前面走吧 我看到他充气成框 现在这气囊开关 我就不关他了 让他一直冲着 对对对 别关那个 直接就一直冲着走 瞬间觉得咱们家这种车 还是挺方便的 没有那么多麻烦事 然后昨天那个修车师傅就在说这个事情 说不太建议去装这个气囊 板黄是最可靠的 就是堆底盘是最可靠的 就是不用怕什么颠 什么某一边重某一边轻 然后就会压弯 就板黄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但是气囊的话就容易出这种情况 就像许容姐他们那个拓展那边重 所以说他整个车就斜 因为气囊比较软 板黄比较硬 就气囊的话 他唯一的好处就是舒适性 就开起来不会那么颠 还是有那个声音是吧 对刚才上了最后那两下有之前没有 那就开到4S店去看看吧 好咱们到日五看阿辙了 现在要过安检 排到队老长了 这地方找三个位置是有 但是就是不能挨在一起 那边是直接连停车位都没有 这个是我们一开始要来的 对 这是我们最开始要来的 看到位置就停吧 看到位置就停吧 这边是我们的没有 这边儿